这个有点尬 不够亲切 汉汉 你是宝贝 难道饰演叔叔和妹妹吗 喵喵喵喵喵 哈喽娱乐媒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冷酷 然后还很有智谋的一个人 然后背负着血海深仇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挑战 加上那个和芸汐的感情 这样一个人 可能会比较宠宠宠宠女朋友吧 不同点我生活当中不是那么一个冷酷的人 比较想挑战一些类型化的角色吧 就是警察啊 消防员啊 或者是特种部队的啊 或者是律师啊 这种 酷满 我比较喜欢酷满一点的吧 那些人家有点好多女孩 向左 向左 难道饰演叔叔和那个妹妹吗 或者是父亲和女儿吗 那些人家有点好多女孩吗 就没事的喜欢就是上来看一下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还可以熬夜吗 那天正好在学喝咖啡 就喝了两杯咖啡以后 就一整晚也睡不着 然后加上就是给粉丝发的那个福利 这发不出去就比较着急 然后又有那个吃鸡的比赛 就好多因素加在一起吧 然后就导致了一晚上就没有睡 早上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刷微博的时候 人家发给我的 我看到了 我就惊了 这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奇葩的上微博热搜的一个方式 这一个单身的话就会刷新的 账产新单新歌发布 啊 不会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吃外卖的吗 对 吃吃外卖 但是商品有本费品费之外吗 不太知道哎 大家叫我小哲总觉得好好好 好像有点奇怪啊 这种粉丝叫我 就可能因为我朋友之间称呼还好 就是粉丝们称呼我觉得不过亲切 叫我汉哥会比较亲切 你叫汉 现在都比较少追动漫了 嗯 希望有时间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熬夜啊 我熬了好几夜才追完 反正就躺在床上然后就这样拿着手机 然后就夸别人的就快进去 然后就看自己的 然后看弹幕好笑的我就会 我就会哈哈哈哈 然后呢就会发给小菊 我说啊这个弹幕特别好笑 这样 这样 嗯 没有 我怕被别人抓到 万一被别人抓到发弹幕什么的 对 嗯 就正常行走没问题 今天早上刚去看了一下医生 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做一个很好的康复吧 比较可爱一点 比较可爱一点 然后文静一些 然后比较孝顺这样 娱乐美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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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生扑 这是手背 这是脚背 你是宝贝 可爱不是长久之计 可爱我是长久之计 哇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个娇 哎呦喵喵喵喵喵喵喵 我会用手中的线为你奉缘 陪你看日升月间 陪你看沧海变迁 陪你一次又一眼 铺下回忆的诗篇 陪你将情节改变 指引你独得懂我 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线 这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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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是你中最美的 相见 也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表面 再一遍 稀奇从前的一顶一天 如果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